大家好,今天分享红烧金钱套,即是炆牛肚 牛肚有时买到回家见到它白雪雪,但会有一股票剂的味道 今天除了说怎样煮之外,怎样洗都会详细讲解 这里有2磅半的牛肚,我们先清洗 首先将牛肚冲一汁水 牛肚有时底部有肥膏,叮叮叮叮的,有你就剪了它,我这块没什么不用剪 加一点盐和绍兴酒 搓一下它,搓一分钟 然后摆放5分钟,让盐和酒搅拌一下 5分钟之后,把它冲洗一下 第二个步骤,加煎油,再拆均一分钟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油洗的,家人做开,我就这样做 后来有位观众留言,他告诉我 油是代替蜆蜂烏,油可以吃,蜆蜆不可以吃 然后再来冲一下冲水 现在再将白醋开水 将牛肚放入白醋水里面浸5分钟 那你买回来的牛肚,有什么异味应该都清除了 现在再加一块姜和2汤匙的绍兴酒,将牛肚放入水 是想将牛肚的杂质煮一煮出来 不是很骚髒的,水都很清 现在把它剪开几件,不要太小件 炆煮好后会缩水的 炆好后才剪回你喜欢的大小 这里做一些白萝卜,是昨天做萝卜丝尖饼 有时候剩下的,刀切吧 现在来混合一个酱汁 两砖蓝鱼,一些蓝鱼水 和一些猪猴酱,将它混合 再混合一个酱汁 再混合一个酱汁,最后再混合 还有几样的香料 有一点冰糖 有一点花椒 一粒八角 一大块姜 和两片陈皮 要准备一些热水 现在我们加一点油 烧热着博之后用中大火 爆一爆香料 然后倒入牛肠,炒一分钟 再灑2汤匙韶酒,削一下酥味 把牛肠搅在一边,爆一下酱汁 然后将它炒一下,拌均匀 爆到好香,现在可以加点热水 差不多盖过牛肠 要足够煮的牛肠 还记得要加一粒冰糖 盖过后用大火滚起 滚起后转中小火,炒至牛肠淋 用筷子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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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再盖过后用大火滚起 滚起后转中小火,一样炒至萝卜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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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現在可以加適量的粟粉水埋芡 最後再加一些老抽調校顏色 這個紅燒金錢套就完成了 現在就可以剪開你喜歡的大小 不要一早剪開它細細件 拔好了就會縮水 到時濕濕碎就不好看了 這個拔牛套在酒樓飲茶的時候 是叫牛雜的 奇怪呢 我這次用的牛套是在Wall Mart買的 在美加的觀眾 你家附近有沒有Wall Mart呢? 試一下看看有沒有得買 接著我的方法清洗和煮 我知過很多人吃 每個人都說好吃的酒樓 不過記得加些辣椒油 那你們也試一下吧 試過好吃的給我一個Like 好了,下一集再見